鐵路警察局從108年的8月就接獲宣報 據稱說在我們的社群網路平台 有刊登可以低價購得我們高鐵票的一些訊息 那這些人從中來獲得不法的利益 那並且持續接獲國內外的信用卡 銀行這邊有通報他們信用卡有遭盜刷的這個情況 那本案在7月2日是搜索票在北中南六處同步執行搜索 中興的犯險他也坦承在網路上面用4到6折低價 去購買盜刷的這個高鐵票 然後以7到9折的這個價格來販售給他的下游 來從中獲取獲利 那鐵路警察局也持續會來針對近網 來加強我們網路徵收來查清這些不法的犯罪 來維護我們金融的安全交易秩序 跟大眾應該在公平的一個網路權益的一個購票 好 OK 我們很認同 吃 吃 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